蚝油炒盖兰,分量3人,所需时间15分钟 简介,这个料理适合每天进食,这也是常见的作业的料理食谱 在作业的期间,只有少数的青菜能被食用,当中包括了盖兰 盖兰是一种带有厚及光滑精的多叶蔬菜 它虽带有少许的苦味,但却能以多营养而称之为蔬菜中的宝石 它具有比起任何其他蔬菜的最高含量的盖 还含有丰富的钾、蒙、铁、β胡萝卜素、叶绿素、维生素C和维生素B6 一项很有趣的研究也显示,嚼一片盖兰能释放萝卜硫素 一种能使肝脏制造酶,提高人体的排出有毒的致癌物质的能力 从而减少患癌症的风险 它的汁也被用于中国传统医学治疗胃和12指肠求不溃疡 材料 300克盖兰 将精及液分开 两茶匙素蚝油 二分之一碗水 小碗或大约30毫升 二分之一茶匙盐 两茶匙糖 两汤匙猪肉或鸡肉腌制 一汤匙姜片 一汤匙蒜片 准备步骤 一 准备酱汁 在小碗中放入两茶匙素蚝油 然后加入半碗水 大约30毫升 再加入半茶匙的盐 及两茶匙的糖 搅匀 二 切盖蓝 将叶片即径分开 三 在另一个碗中 将四分之三茶匙的玉米淀粉溶解于水 这将在烧后有助于把酱汁浓些 四 把锅弄热后 用两汤匙的麻油将炒姜片直到棕色 大约10分钟 五 把蒜放进锅内 继续炒至芳香 大约10分钟 六 加入腌制过的猪肉 然后简单地炒 大约10分钟 七 将金鱼一汤匙的料酒 放入锅中材料的四周 八 再加入叶片 然后炒至色泽不一样及软化 大约2分钟 九 倒入酱汁 然后盖着大约1-2分钟 十 加入搅拌好的玉米淀粉进锅内 减略地炒 然后再盖上 大约5秒 十一 料理已完成 可准备上桌了 为什么作业子期间那么重要 生了孩子会造成一个女人的身体许多的压力 失血过多 出汗 身体疼痛是其中常见的问题 作业子期间的目标是为了加强母亲的身体到原来的健康 甚至更好 以及将子宫恢复到原来的大小 来自以保 马来西亚的作业子保姆卡伦 自从15岁开始 向其母亲学习作业子料理 并担任作业子保姆 至今已有超过10年的经验 及照顾超过60位作业子的母亲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